報告人期會出席委員12人以主法定人數 好 現在開會進行討論事項請宣讀 討論事項 審查行政院韓清審議政黨法草案 委員葉宜金等24人依據政黨法草案 委員黃偉哲等18人依據政黨法草案 委員陳清飛等21人依據政黨法草案 委員高志鵬等22人依據政黨法草案 國民黨黨團依據政黨法草案 親民黨黨團依據政黨法草案 宣讀完畢 好 那政黨法草案經第一會期第一次聯席會議 審查決議報告及審查完畢 令定期繼續審查 現在繼續審查 請宣讀政黨法草案這條文 法案名稱政黨法 政黨法行政院提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親民黨黨團提案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 委員黃偉哲等18人提案 委員陳清飛等21人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22人提案均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一章總則 國民黨黨團提案 親民黨黨團提案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 委員黃偉哲等18人提案 委員陳清飛等21人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22人提案 第一章張明均相同 行政院提案 行政院提案第一章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確保政黨之組織及運作 符合民主原則 以健全政黨政治 特制定本法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為建立公平之政黨競爭環境 保障國人之政治參與 規範政黨之組織與運作 符合民主原則 以健全政黨政治之發展 特制定本法 政黨之組織財務與活動 依本法之規定 本法未規定者 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一條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確保政黨之組織及運作 符合民主原則 以健全政黨政治 特制定本法 委員黃偉哲等18人提案第一條 為營造政黨實質公平競爭 確保政黨組織及運作 符合民主原則 以健全我國政黨政治環境 特制定本法 委員陳庭飛等21人提案第一條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確保政黨之組織及運作 符合民主原則 以健全政黨政治建立公平競爭環境 特制定本法 委員高智鵬等22人提案第一條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確保政黨之組織及運作 符合民主原則 以健全政黨政治 特制定本法 行政院提案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國民黨黨團提案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 委員黃偉哲等18人提案 委員陳庭飛等21人提案 委員高智鵬等22人提案 第二條均相同 第三條均相同 清明黨黨團提案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內政部設政黨審議委員會 審議政黨處分事件及相關事項 前向政黨審議委員會 至委員17人由立法院 推薦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 其具有同一黨籍 或經特定政黨推薦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額四分之一 且任意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其組織及會議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第三條 本法所稱政黨 只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 以共同政治理念 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 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之團體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二條 本法所稱政黨 只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 以共同政治理念 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 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之團體 清明黨黨團提案第二條 本法所稱之政黨 氣指由中華民國國民 以共同政治理念 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 促進國民政治參與 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 依本法第六條及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完成登記 由主管機關發給圖記及證書者 第三條政黨之目的 第三條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不得違反憲法 迫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 委員葉宜金等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 第二條本法所稱之政黨 沒關係讓他先念 有要討論的話 等一下 繼續唸 繼續唸 沒關係 我們念 要討論 繼續協調 討論完了 大家協商完了再來 怎麼會今天 你突然說一個法案都沒有在稍微 裡面協商來辦 我們都是照協商走的 我們都照協商走的 對 我只當協商 很理性我在處理事前 是 我們現在 那個 我請教Eason 我們現在念到哪裡了 等一下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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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 我知道我知道 先請坐 我處理一下 我處理一下 好 我們現在念到行政院提案第三條 那我們陳昌明 聽我講一下 我們陳昌明招委 好啦 陳昌明招委 我們陳昌明招委有不同的意見 希望能夠協商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先暫停一下 我們再協商一下 這樣好嗎 好 那我們休息 協商 好 來 來來大家請坐 大家請坐 大家請坐 現在跟你協商是給你面子 好 大家休息協商一下 我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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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我們的柯總昭跟我們廖國棟書記長是不是說明一下剛剛討論的寫上結果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我想今天審查政黨法 雖然在上廢棋的時候大概有約束 就是說各黨審查什麼法案 但是後來那個朝偉項結論只約束一個廢棋 以似乎昨天朝偉會議排完以後 那兩位朝偉就是說讓法案個人排了 那就是說今天我們排政黨法持平的論 我們今天我希望內政委員會 還是要恢復國際大家很好的傳統 委員會基本上 持平的論 大家今天可以論證 可以講耶 這種程度上面 那剛才經過學商就是說 恢復今天已經開了 我們不要說今天開又沒有結論 等一下 我們就 因為剛才已經念到第三條 這總共有七個版本 有了四十幾條有五十幾條 這個整個要練完的話最快兩個鐘頭 那可能兩個半鐘頭 現在已經幾點了 所以說剛才我們學商結論就是說 我們就繼續開會 那等一下就把所有的法案 已經念 念到什麼 開會結實 可能沒有辦法念完 那下禮拜 陳昭明委員 接續再排 我們沒有意見 那大家 這個法基本上 引述 跟剛剛委員所講的 不用講講 都過了 這個法是空的 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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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 2萬 1萬 2萬 3萬 9萬 1萬 2萬 2萬 3萬 4萬 4萬 3萬 4萬 2萬 1萬 的 可以談,政黨不經營黨員失業,這裡面當然是要這個,這個大家沒有意見,政黨財報必須要透明,這個大家沒有意見 這個法案事實上可以很順利完成,那我是覺得不要說,那現在都開始就大家完結了,這個也不好 那既然大家曹委翔都講好了,那是不是就照這樣,那沒有完畢,沒完畢,那就陳昭英委員趙偉,當下禮拜趙偉在哪去排,無所謂啊 所以這個,政黨財報要過去,上一屆也是兩個黨人有在排嘛,所以這一點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這樣比較能夠開會下去,好不好 好,謝謝,那請我們廖國動的書記長 主席各位同仁,我接續剛剛柯總昭的談話 我必須要代表本黨來聲明,我們非常希望看到一個完整的一個政黨法 一個大家都能夠平心靜氣來審查的一個政黨法 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政黨法的內容,這是第一 第二呢,關於這一次的這個趙偉之間,在事前,可能有一些些互相禮讓 但是後來覺得又沒有符合相關的規範,乃至今天必須要透過協商來完成 他們兩個都非常的謙虛,都願意退一步 所以剛才我們都完成了,剛剛我們柯總昭所說的那個內容 那個內容,那麼第三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對一個內政委員會這麼重要的,我們立法院第一會 能夠透過朝野協商很順利的把這件事情做一個處理 我個人覺得非常心安,所以我們必須,但是我們還是要把話講得清清楚楚 這個法案,因為上個會期是由本黨的黃昭頌委員主審 所以概念上,過去的經驗上,我們都認為應該是由國民黨來繼續審查 但是,因為趙偉之間並沒有就這個部分做個比較細膩一點的佈置安排 所以我們重新讓兩位趙偉談論,談成 我跟柯總昭同時代表黨團來支持他們的決定 也就是說,這個政黨法呢,因為已經進入議程裡面了 如果我們斷然做其他的,比如說,這個時候才改這個程序呢 並不適當,並不適當 所以我們同意,今天 念完,不不是念完,繼續念 既剛才已經開始的這個程序呢,繼續把它念 念到五點鐘為止 同時,民進黨黨團也同意下個會期 由我們陳昌明委員繼續排案 下禮拜 對不起,對不起 下禮拜 還沒喝,還沒喝 下禮拜啊 由陳昌明招委呢,繼續排案把它完成 那一直到這個會期 我跟柯總長是這樣子來互相 啊? 就是後面的程序啦 我是說後面的程序,就由陳昌明把它完成了 他們兩個都已經講好了 由我們這邊來審 那麼其他的相關法案,我再次的 希望我們兩位趙偉啊 在平心靜氣的狀況之下 把它完成 把這個 我們內政委會的所有的議案啊 這次會期,該完成的完成 做以上的說明 我們請 陳昌明招委 指徒,各位委員,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再喝了咖啡送過來 不是熱的,是冰的 大家悄悄火氣 其實 內政委會這個會期裡面 我就承持一種理性協調溝通 但是我剛剛聽了兩個郵編講的時候 我永遠要存清一點 做事情我們就要明明確確的 如果下禮拜這個到五點開會結束的話 沒有另外下禮拜由我來指示 是我繼續指使到這個法案通過為止 好啊 現在說我請喔 所以剛剛我講 你放心啦 你放心啦 會排啊 沒關係啦 這個不是 是我排一個禮拜 趙昭偉排一個禮拜 還是由我下個禮拜由我接手 我把他整個程序審完 我絕對齁跟你審到 下禮拜審完就沒有我的份了 真的 就你下禮拜審完就沒有我的份了 你知道嗎 所以加油 喔不是啦 不要那麼快啦 這個法案通常啊 總是要慎重一下 你自然的話給你排嘛 沒有啦 因為陳偉我這樣子對齁 雖然站在這邊講話 但是我都是講實在的 我沒辦法啦 實在要跟你多錢一點 對不起啊 陳超委 陳超委 陳超委我建議 你這樣子的話我站在這邊 我們負信程度不夠 都堂長在互相懷疑 沒有啊你們堂長也是 好啦 陳超委你再宣誓一下禮拜會不會排啊 我一定會排的 然後我是要排那個 解凍的預算案 我們談好了 你們一直來怕我不排 好啦好啦OK 好 齁 下個禮拜一定排 我把它練完 但是我會繼續排 好 好不好齁 就這樣可以嗎 但是我今天很遺憾啦 在這個政黨法 又說我反改革 不幸又被我抽到不當當產的 預算的時候 你說叫我要保持迴避的態度 其實我坦蕩蕩 大家不要這麼想 啊延遲的傷害對我們都覺得很深 我希望我們大家和而其去 不是你們講的話都是對喔 我咖啡送過來 你就曉得我的好吃在哪裡啊 我希望以後我們在這邊的話 大家不要這樣 新的只是新的氣泡 不像以前草草辣辣 我來這邊不是草草辣辣 我只要來解決問題了 對我們民眾 我們的國家有利最為重要好不好 所以我發現的時候 不要免是在消遣我們啦 我看到很不習慣 你說反改革 我比你們還早咧 你還不曉得我的底線會亂的人 好謝謝大家 我希望我們這個委員 為大家很合作很愉快 把應該審的預算 應該法案對民事有利的 我們就全力來推動 謝謝 好謝謝 謝謝兩位黨編跟我們陳昭偉的發言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財事 那我們很樂見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一開始雖然我們有爭議 但是充分溝通之後 我們達成結論 政黨法大家朝野都非常重視 代表大家對於政黨法的改革 都有決心 陳昭偉這樣可以啦 好那都有決心 那我已經排 待會我們會繼續念條文 那陳昭偉剛才有宣示 他下禮拜一定會排 好那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我們就拭目以待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保有 讓這個法案繼續走下去的 這樣的彼此的權利 那我們接下來應該這樣子 第六會期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協議過 第六會期確實 你的財事要遵守我們的同意啊 等一下我念完要看大家覺得好不好啦 好不好 然後呢那這個 住宅法的部分 明天我們繼續也是本人主審 其他法案的部分 有任何在有爭議 我們再來溝通 好那這樣子的話 那因為剛才有溝通進行到 念到五點 這樣的以上的這樣的一個 財事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好沒有意見的話 我請繼續宣讀條文 謝謝 到五點鐘 那因為 條文會相當的多可 應該五點前念不完 今天練習的官員我們可以先請回 好謝謝 委員葉怡青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二條本法所稱政黨 指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 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 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 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 報經主管機關完成備案之團體 委員黃偉澤等十八人提案第二條 將葉怡青委員提案中中華民國等字改成我國 其餘均與葉怡青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廷飛等二十一人提案 形成國民政治意志後 並建議長期影響國家政策等字 其餘文字與葉怡青委員提案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第三條 與行政院提案第三條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四條 政黨以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為其組織區域 得設立分支機構 政黨之主事務所及分支機構 均應設於前向組織區域內 國民黨團提案第四條 政黨以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為其組織區域 得設立分支機構 但不得設立區域性之政黨 政黨之主事務所應設於前向組織區域內 委員葉怡青等二十四人提案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 委員陳廷飛等二十一人提案 均與國民黨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五條 政黨之組織及運作 應符合民主原則 國民黨團提案第五條 政黨之組織及運作 應符合民主原則 親民黨團提案第五條 政黨組織及運作 應符合民主原則 委員葉怡青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條 政黨之組織及運作 應符合民主原則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 第五條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 文字第一項 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增列第二項 政黨之行為 不得違反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 委員陳廷飛等二十一人提案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均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六條 政黨使用公共場地 大眾傳播媒體 及其他公共給付 應受公平 應受公平之對待 不得違無 政黨理由之差別待遇 國民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大眾傳播媒體前 增列公營二字 其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親民黨團提案 第十四條 政黨有平等使用公共資源 及大眾媒體之權利 行使公權力之機關或團體 對於政黨提供設備 或服務時 不得有差別待遇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六條 政黨有公平使用公共場地 大眾傳播媒體 及其他公共給付之權利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廷飛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六條 政黨有公平使用公共場地 大眾傳播媒體 及其他公共給付之權利 不該有特別待遇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第六條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第二張張明行政院提案 政黨之設立 各提案文字均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七條 設立政黨應由申請人 於政黨成立大會後 三十日內 檢據申請書章成一百人以上 黨員簽名或蓋章之名冊 負責人名冊 成立大會 及負責人選任會議紀錄 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 經完成備案者 主管機關應發給圖記及證書 前向成立大會之召開 應有五十人以上之黨員參加 並應於十五日前通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派員列席 政黨負責人 已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年滿二十歲 在國內設有戶籍 且無下列行事之一者為限 一、動員勘案時期終止後 承犯內亂外患罪 經判刑確定 二、承犯貪污罪 經判刑確定 三、承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七十九條,第八十條,第八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 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其未罪犯 第八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3条第94条第97条第1项第2项第98条第1项第1款及其未罪犯第99条第1项第100条第1项第101条第1项第6项第7项第102条第1项第103条之意图余力包揽第97条第1项第2项第99条第1项第100条第1项第2项或第102条第1项第1款事务者及其未罪犯 刑法第142条第144条及第146条之罪经判刑确定 4. 承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刑确定 5. 犯前4款以外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必 但受缓刑宣告义科罚金或义服社会劳动者不在此线 6. 受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决尚未确定 7. 受宣告强制工作之保安处分之裁判确定尚未执行 7. 执行未必或执行完毕未满10年 8. 受其他保安处分之裁判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必 9. 受破产宣告确定尚未付权 10.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 政党申请备案时其负责人有前项各款刑事制一者主管机关应不予备案 备案后发生者政党应于15日内含报主管机关并于3个月内重行选任负责人 为含报者主管机关应通知期限期重行选任负责人 国民党团提案第七条第一项中将100人修正为300人 第二项中将50人修正为150人 第三项聚首政党修正为第一项 第二项聚末正修正为主管机关应通知政党限期重行选任负责人 其余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新民党团提案第六条 设立政党应由申请人检据申请书50人以上之发起人名册 经该政党成立大会通过之章程党纲及负责人名册 向主管机关申请备案前向成立大会之召开 至少应有100人以上之党员参加 并应于15日前通知主管机关的派员列席 第一项负责人已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20岁 且无下列形式之一者违宪 各款文字均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第一项申请书及证书格式 由主管机关定制政党申请备案时 其负责人有前项各款形式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备案 备案后发生者政党应于15日内含报主管机关 并于三个月内重行选任负责人 为含报者主管机关应通知其限期重行选任负责人 委员叶宜金等24人提案 第七条第一项后段修正为300人以上党员签名 或盖章之名册及负责人名册 向主管机关申请备案 经完成备案者主管机关应发给图记及证书 第二项 第二句修正为至少应有150人以上之党员参加 第三项各款巨墨金增加者是 第四款修正为犯前三款以外之罪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行确定尚未执行 执行未必或于缓刑期间者 删除行政院提案的第三款 第六款修正为受宣告强制工作之保安处分 或流氓感训处分之裁判确定尚未执行 执行未必或执行完毕未满十年者 其余与行政院提案相同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 与叶宜金委员提案相同 委员陈廷飞委员等21人提案 与叶宜金委员提案文字相同 并将第三项修正为第一项负责人 已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18岁 且在国内设有户籍者为限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 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八条 政党之名称或简称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予以设立之政党名称或简称相同或类似者 二、予以设立之政党名称或简称附加文字者 三、足以使人误认为政府机关或盈利事业机构者 四、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政党之名称或简称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其限期补证 借其未补证或经补证后 仍不服规定者不予备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二项据守修正为政党之名称或简称 违反前项各款规定之一者 其与行政院提案相同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八条 第一项前文删除或简称等字 第一项删除或字 第一款删除或字 第二款修正为予以登记之政党名称或简称上附加文字者 其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叶宜兴等24人提案第八条 第一项删除第四款文字 第二项修正为政党之名称或简称违反前项各款规定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其限期补证 借其未捕政者不予备案 其与文字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八条 前文修正为政党之名称简称或标章不得有下列情形 其与文字与国民党党团文字相同 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 文字与叶宜兴委员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 文字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九条 一第七条规定完成备案之政党得依法向主事务所所在地 地方法院申请办理法人设立登记 并于完成法人登记后 30日内将法人登记证书 引本送主管机关被查 国民党党团提案 委员叶宜金等24人提案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 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 文字与文字与行政院提案 第七条一本法第六条规定完成设立之备案者 因依民法及非诵事件法规定 向其中央党部所在地之地方法院办理法人登记 并于完成法人登记后 30日内将登记证书 引本送主管机关被查 由主管机关发给图记及证书 为依法取得政党证书者 不得使用政党之名义从事活动 行政院提案第十条 政党章程变更或负责人异动时 应于30日内向主管机关申请备案 政党申请负责人异动备案时 有第七条第三项各款刑事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备案 以完成法人登记之政党 其政党章程变更或负责人异动 经主管机关备案后 应向法院申请变更 办理变更登记 并于完成变更登记后 30日内将变更后之法人 登记证书引本送主管机关备查 国民党党团提案 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 政党章程变更或负责人异动时 应于30日内向主管机关备案 政党申请负责人异动备案时 有第六条第三项各款刑事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备案 以完成法人登记之政党 于主管机关备案后 应向法院办理变更登记 并于完成变更登记30日内 将变更后之登记书引本 送主管机关备查 委员叶秦等24人提案 第十条 政党章程变更或负责人异动时 应于30日内向主管机关备案 以完成法人登记之政党 于主管机关备案后 应向法院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并于完成变更登记后30日内 将变更后之登记书引本 送主管机关备查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 第十条 政党章程变更或负责人异动时 应于30日内向主管机关申请备案 政党申请负责人异动备案时 有第七条第三项各款刑事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不予备案 以完成法人登记之政党 其政党章程变更或负责人异动 经主管机关备案后 应向法院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并于完成变更登记后 30日内将变更后之法人 登记证书引本 送主管机关备查 委员陈金飞等21人提案 文字与叶宜金委员提案相同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 文字与行政院提案相同 第三章张明政党组织及活动 各提案文字均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十一条 国民有加入或退出政党之自由 政党不得超收 未满16岁之国民为党员 非基于国民之自由意愿 不得强制其加入或退出政党 但对党员为除名之处分者 不在此线 党员身份之认定 以登载于党员名册者为准 国民党团提案 委员叶宜金等24人提案 委员黄伟泽等18人提案 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 文字均相同 亲民党党团提案 第十条 国民有加入或退出政党之自由 凡年满18岁以上之中华民国国民 使得加入政党 政党亦不得遭受未满18岁之国民 为其党员 非基于国民之自由意愿 不得强制其加入或退出政党 但被开除党籍者不在此线 党员身份之认定 以登载于党员名册者为准 行政院提案第十二条 政党之章程 因载名下列事项 一名称有简称者其简称 二有标章者其标章 三中指 四主事务所所在 五组织及职权 六党员之入党退党 纪律除名仲裁及救济 七党员之权力及义务 八负责人与选任人员之职称 名额产生方式任期及解任 九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 召集之条件期限及决议方式 十章程变更之程序 十一党费之收取方式及数额 十二经费来源及会计制度 十三其他依法律规定 应载名之事项 国民党党团提案 第十二条 第九款 修正为负责人与选任职人员之职称名额 产生方式任期及解任 其余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亲民党团提案第八款 修正为负责人与选任干部之职称名额 产生方式任期及解任 其余文字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叶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八款修正为负责人与选任职员之职称名额 产生方式任期及解任 其余文字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黄伟泽等十八人提案 委员陈庆飞等二十一人提案 文字与叶宜金委员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十三条 新设立政党得益于申请政党备案时 同时检据标章备案申请书及标章电子党 向主管机关申请标章备案 以设立政党办理标章备案或变更标章时 应检据章程标章备案申请书及标章电子党 向主管机关申请标章备案或变更备案 政党标章备案申请书应载名下列事项 一政党名称二申请日期三政党标章设计意涵 四政党标章图样五成立大会或党员大会 或党员代表大会通过日期 国民党团提案 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均在电子党后 申列光碟片等三字 其余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二人提案 第十三条文字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第十四条行政院提案 政党标章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予以设立之政党标章相同或近似者 二有减损以设立政党标章之识别性者 三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政党标章有前向各款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其限期补证 借其未补证或经补证后 仍不服规定者不予备案 国民党团提案第十四条 以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二人提案 第十四条文字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十五条 政党以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党员大会至少每二年召开一次 前向党员大会得一章程规定 由党员选出代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行使党员大会职权 国民党团提案委员叶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委员黄伟泽等十八人提案 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一人提案 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均以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新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二条 政党以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前向党员大会得一章程规定 由党员选出代表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行使党员大会职权 党员大会或党代表大会 召开决议方式或相关规定 由各政党自行决定 行政院提案第十六条 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之决议 应有党员或党员代表 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 出席人数二分之一以上之同一行之 但下列事项因今出席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决议 一章程是订定或变更 二政党是合并或解散 国民党党团提案 第十六条 委员月宜金等24人提案 第十四条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 第十四条 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 第十五条 委员高日澎等22人提案 第十六条 文字基于行政提案相同 行政提案第十七条 政党应设有专责单位 处理章程之解释 党员之纪律处分 除名处分及救济事项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七条 清兵党党团提案第十三条 委员月宜金等24人提案第十五条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十五条 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第十六条 委员高日澎等22人提案 第十七条 居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清兵党党团提案第四章 政党之权利以义务 行政院提案第十八条 政党不得在政府机关机构 公民事业机构 行政法人 法院 军队或学校 设置党团组织 但在各级民意机关设置者 不在此限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八条 委员月宜金等24人提案 第十六条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 第十六条 委员高志彤等22人提案 第十八条 居于行政院提案内容相同 清兵党党团提案第十五条 政党不得在政府机关 学校 法院 军队设置组织 但民意机关不在此限 军人 公务人员及教育人员 不得于工作时间 从事或参与政党相关活动 但因相关规定 办理请假者不在此限 职教室市长 县市长 及各级民意机关 政府议长 应退出政党 前项人员 亦不得于工作场所 或运用政府资源 从事或参与 相关政党活动 委员 陈平非等于实验提案 第十一条 政党不得在 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 国营事业机构 各级学校 各级法院 或军队等政府单位 设置与成立政党团体 或派系 等组织 但各级民意机关 不在此限 委员 月一金等二十四人 提案第十七条 公务人员及教育人员 不得于工作时间 长所或运用工友资源 从事政党活动 依宪法或法律规定 需超出党派以外者 不得从事政党活动 委员 黄伟哲等十八人 提案第十七条 与委员月一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之内容相同 委员陈庭一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一项 与委员月一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七条第一项相同 第二项 大法官 法官及检察官 军人 考试委员 公务人员 保障记 培训委员会委员 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等 依宪法或法律规定 需超出党派以外者 不得从事政党活动 金党党团提案 第十六条 政党负责人 应比照公职人员申报财产 其申报规定 由主管机关订定之 委员陈庭黑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八条 政党在不违反 宪法法令及民主 政治基本原则 之前提下 由主张及宣扬 各种政治意见之自由 请政党提案 第四章 政党及财务 国民党提案 国民党党团提案 委员月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委员黄伟哲等十八人提案 委员陈一庭飞等二十一人提案 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二人提案 内容与行政人提案内容相同 清党党团提案第五章 政党与财务控管 行政人提案第十九条 政党资金费及收入其来源如下 一党费二依法收售之政治现金 三政党补助金 四政党为宣扬理念或从事活动宣传 所为之出版品宣传品销售 或其权力授予 让以所得之收入 五其他依本法规定所得之收入 六由前五款经费及收入所生之息 国民党党团提案 及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二人提案 其内容与行政院第十九条 提案内容相同 委员会议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八条 政党之经费及收入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其来源如下 一党费二依法收售之政治现金或竞选 经费之捐赠 三政党补助金 四前三款规定之之息 委员黄伟哲等二十八人提案第十八条 委员陈廷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九条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七条 与委员业益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十八条之内容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十条 政党之会计年度采定年制 会计基础采全则发生制 并应设置帐簿应详细记录有关会计事项 各项会计凭证除以永久保存或有关未结会计事项则外 应之该会计年度结束起保存七年 会计帐簿除以有关未结会计事项则外 应之该会计年度结束起保存十年 国民党党团提案 委员高志盆等二十二人提案第二十条 其内容与行政院提案第二十条内容相同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八条 政党因应所得税法规定完成年度申报程序 政党之会计年度采立年制 会计基础采全则发生制 应设置账簿记录有关会计事项 各项会计凭证应于年度结束后保存五年 会计账簿应于年度结束后保存十年 委员月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十九条 政党之会计制度采全则发生制 应设置账簿详细记录有关会计事项 各项会计凭证应至该年度结束起保存五年 会计账簿应至该年度结束起保存十年 委员黄尔整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九条 委员陈廷内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条 委员月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之内容相同 行政提案第二十一条 政党应于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向主管机关提出上一年度财产及财务状况 结算书表 前项财产及财务状况结算书表规定如下 一 结算报告书 二 收支结算表 三 资产负债表 四 财产密录 第一项财产及财务状况结算书表 应由政党负责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会计师查核签证 并提经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通过 党当年度为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者 应于书表上加注 并于下一年度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提请追问 主管机关应于受理第一项财产及财务状况结算书表 截止后四十五日内会诊月策 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并公开于电脑网络 政党为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申报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其限期申报 申报资料以规定不符者 主管机关应通知其限期补证 借其要申报 未补证或补证后 然不符规定者 主管机关得将其情形注记 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及公开于电脑网络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21条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21条 与行政提案第21条内容相同 委员月宜金等24人提案第20条 政党应于每年5月31日前 向主管机关提出上一年度财产及财务状况报表 且一向财产及财务状况报表 应载明下列事项 并经会计师签证 一收入之来源及数额 二支出之项目对象及数额 三资产及负债状况 主管机关应于受理第一项财产及财务状况 报表截止后45日内会整列册 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并公开于电脑网络 委员防卫者等18人提案第20条 委员陈平一等于21人提案第21条 与委员陈平等24人提案第20条内容相同 金党党团提案 政党应于每年会计年度结束后 四个月内向主管机关提出上一年度财产及财务状况报表 并经会计师查核签证 前项财产及财务状况报表应载明下列事项 1.收入来源及数额 2.支出之项目对象及数据 3.资产及负债状况 每年收受之财产支捐献收入及开收据 应于年度结束后 两个月内将第二年会整上财政部国税局备查 主管机关应于受理第一项财产及财务状况报表 结束后的45日内会整列册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指并公开于电脑网络 行政院提案第22条 主管机关对于最近一次全国不分区及乔居国要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 达3.5%以上之政党得编列年度预算补助之 前项补助依最近一次全国不分区及乔居国要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各该政党得票数计算之 每年每票补助新台币50元 并在会计年度由主管机关核算补助金额 通知政党于两个月内赤据向主管机关领取 至该居立法委员任其届丸而止 政党位于规定期限内领取补助者 主管机关应催到其余三个月内聚领 借其为领取者视为放弃 政党一第二项规定领取之补助 应用于竞选费用 人事费用 办公费用 业务费用 政策研究费用 及人才培育费用 委员高志鹏等约12人提案 与行政院提案相同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22条 除了第一项 有关得票率达百分之 得票率达百分之3以上之政党的 编列领取预算补助之 不同外 其内容与行政院提案相同 委员业余金等约14人提案 除了第一项 得票率达百分之5以上之政党 得编列年度预算补助之 与行政院提案不同外 其内容相同 委员业余金等约14人提案第21条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21条 除了得票率达百分之2以上之政党 得编列年度预算补助之 内容与行政院第21条 第一项不同外 其内容与行政院提案内容相同 第23条 政党不得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 并不得从事第19条 第四款规定以外之盈利行为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23条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22条 与行政院提案内容相同 委员业余金等24人提案第22条 政党不得投资或经营盈利事业 但为宣扬其理念之新闻纸杂志及图书等 出版事业不在此线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22条 委员陈廷2.21人提案第23条 其内容与委员业余金等24人提案内容相同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20条 政党不得直接间接或利用他人民意经营 投资任何盈利事业及大众传播 公共通讯事业及持有其股份 政党又不得购置不动产 办公使用之处所不在此线 专攻政党办公使用之不动产 其购入日子起算 10年内不得有出售或出租之行为 除以法运用财产外 政党不得有分配财产之行为 行政党提案第24条 政党不得购置不动产 办公办公使用之处所不在此线 国民党党团提案 第24条 委员业一金等24人提案第23条 委员传委者等18人提案第23条 委员陈云廷雷等21人提案第24条 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24条 以行政党提案第24条内容相同 政党党团提案第20条 政党不得直接间接或利用他人民意经营 投资任何盈利事业及大众传播 公共通讯事业及持有其股份 政党又不得购置不动产 但供办公使用之处所不在此线 专攻政党办公使用之不动产 其购入日起算 十年内不得有出售或出租之行为 除依法运用财产外 政党不得有分配财产之行为 行政党提案第5章 政党之处分解散及合并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5章 委员业一金等24人提案第5章 委员黄伟者等18人提案第五章 委员陈嚏夷等21人提案第5章 委员高志盆等22人提案第5章 行政党提案第5章 前向合一致之成員具有同一黨籍者 不得超過總和二分之一 且任意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國民黨黨團提案 第25條 委員高志鵬等22人提案第25條 與行政提案第25條之內容相同 委員約一金等24人提案第24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政黨處分事件及其相關事項 得零聘社會工作人士參與審議 委員黃偉者等18人提案第24條 更正委員曾經等21人提案第25條 與委員約一金等24人提案相同 委員黃偉者等18人提案第24條 主管機關設定社政黨審議委員會審議政黨處分事件及其相關事項 前一項政黨審議委員會由社會工作人士組成之 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其組織及會議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4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內政部設政黨審議委員會審議政黨處分事件及相關事項 前一項政黨審議委員會至委員17人 由立法院推薦社會工作人士組成之 其具有同一黨籍或經特定政黨推薦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額四分之一 且任意性別比例不得少為相關之一 其組織及會議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21條 政黨之目的及行為有違反第三條、第五條或其他妨礙公益情侍者 政黨審議委員會得意決下列之處分 一、警告、二罰還、三、訴請解散 前一項警告罰還訴請須經政黨審議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認為有違法之情侍由主管機關 依相關規定處罰之 前一項政黨之解散訴請須經政黨審議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認為有違法之情侍由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罰之 行政黨提案第26條 政黨有憲法徵求條件第五條、第五項之 情侍應於解散者由主管機關檢據相關事證 申請司法院憲法法庭審理之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26條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25條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25條 委員黃河澤等18人提案第25條 委員陳廷輝等21人提案第26條 委員高智彭等22人提案第26條 與行政人提案第26條內容相同 行政人提案第27條 政黨連續市民會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 經主管機關限期召開 人不召開者視為解散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27條 委員黃河澤等18人提案第26條 委員高智彭等22人提案第27條 內容與行政人提案第27條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26條 政黨有下列情形支持者視為解散 一、連續市民會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 經主管機關限期召開人不召開者 二、連續市民會依法推薦候選人參加 縣市及以上公職人員選舉者 委員陳廷輝等21人提案第27條 與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26條內容相同 行政人提案第28條 政黨得依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之決議解散 或與其他政黨合併 前一項政黨解散後 因於30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案 第一項政黨與其他政黨合併 而設立新政黨者 因於第7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原政黨之權利義務並由新政黨承受 因合併而解散者 由合併後存續之政黨 依第10條規定辦理 解散政黨之權利義務 並由合併後存續之政黨承受 國民黨黨黨提案第28條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27條 委員黃偉者等18人提案第27條 委員陳廷輝等21人提案第28條 委員高志盆等22人提案第28條 與行政人提案第28條內容相同 清黨黨黨黨提案第24條 政黨得依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發出 決議與其他政黨合併後解散 第25條 政黨與其他政黨合併而成立新政黨者 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政黨合併後成立新政黨者 依第6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政黨依合併而解散者 由合併後存續之政黨依第9條規定辦理 政黨合併者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 全國部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其資格不受影響 如有出缺時依其合併前登記之候選的名單順序 分別依序地補 政黨合併者其各該合併政黨之得標率 未達第20條第二項規定者 不應合併後已達第20條第二項規定而依依補助 行政案提案第29條 政黨解散後應由主管機關公告 完成法輪登記之政黨 應阻托法院為解散之登記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29條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28條 委員黃河者等18人提案第28條 委員陳廷內等21人提案第29條 委員高志朋等22人提案第29條 與行政案提案第29條內容相同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26條 政黨解散後不得以統一政黨之名義或簡稱 再設立政黨或從事活動 依法解散之政黨 主管機關應主動公告 完成法輪登記之政黨 應通知法輪為解散之登記 前善解散之政黨 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全國部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至該政黨解散生效之日期上時期之格 行政案提案第30條 經司法院憲法法庭宣告解散之政黨 應至判決生效之日 及停止一切活動 並不可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 前項經宣告解散之政黨 不得以統一政黨之名稱或簡稱 再設立政黨或從事活動 政黨解散後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 至全國部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至司法院憲法法庭判決生效之日 或主管集團為解散公告之日期 喪失其資格 但其因合併而解散者不在此限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30條 委員高志彭等12人提案第30條 與行政案提案第30條內容相同 委員約一金等24人提案第29條 政黨解散後不得以統一政黨名稱或簡稱 再設立政黨或從事活動 第30條 政黨解散後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 中央民意代表至司法院判決生效之日 或主管機關為解散公告之日期 喪失其資格 政黨合併者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 中央民意代表資格不受影響 如有出缺時其依合併前登記至候選人名單順序 分別依序地補 政黨合併者其依各該合併政黨之得票率 未達第21條第一項規定者 不應合併後已達第21條第一項規定予以補助 委員曾經在等21人提案 第30條 委員黃偉者等18人提案第29條 與委員約一金等24人提案第29條 及第30條內容相同 清明黨黨人提案第28條 經司法院憲法法庭宣告解散之政黨 因此判決生效之日及停止一切活動 並不可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 政黨兼司法院憲法法庭宣告解散後 其相關規定準用本法第27條 但其剩餘財產則歸屬國庫 行政院提案第31條 行政院提案第31條 新民黨黨團提案 委員高智鵬等22人提案 均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清明黨黨團提案第25條 政黨與其他政黨合併而成立新政黨者 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政黨合併後成立新政黨者 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政黨因合併而解散者 由合併後存續之政黨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政黨合併者其依政黨比例方式 產生之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其資格不受影響 如有出缺時依其合併前登記之候選人 名單順序分別依序地補 政黨合併者其各該合併政黨之得票率 未達第20條第二項規定者 不應合併後以達第20條第二項規定 而予以補助 行政院提案第32條 未經法人登記之政黨解散後 其財產之清算 準用民法法人有關之規定 政黨財產清算後 如有剩餘者 其剩餘之財產歸屬國庫 國民黨黨團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22人提案 文字均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27條 解散之政黨 除因合併而解散外 應急清算 其清算後之剩餘財產 依政黨章誠之規定 或依該黨黨員大會 或黨員代表大會之決議處理 若無上述之情勢者 其歸屬則歸屬國庫 前向依政黨章誠 或黨員代表大會 決議之捐贈對象 不得為個人營利機構 或其他政黨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 第31條 解散之政黨 除因合併而解散者外 應急清算 其清算後之剩餘財產 歸屬國庫 委員黃偉哲等18人提案 委員陳廷飛等21人提案 文字均與葉委員宜金等24人 提案文字相同 第六章 張明法則各提案文字均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三條 政黨辦理負責人中央 直轄市及縣市及選任人員之選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一有投票資格之人 要求其約或收受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不行使其選舉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對於有投票資格之人 行求其約或交付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行使選舉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 三對於候選人 行求其約或交付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競選 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四候選人要求其約或收受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犯前向之罪者所收受之財務沒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格 政黨辦理負責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及選任人員之選舉 因公告其選舉作業相關事宜 並載明其指時間作業流程 候選人資格及有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事項 政黨於選舉作業公告後 應於五日內報請主管機關被查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三項 中選任人員修正為選任職人員 其餘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22人提案文字 與國民黨黨團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34條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 除政黨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停止經營或投資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刺處罰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九條 據中經營或投資修正為投資或經營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 除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停止投資經營 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刺連續處罰該組織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三十七條 據守第二十三條修正為第二十二條 據中停止經營或投資 修正為停止投資或經營 其餘與國民黨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據守第二十條修正為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據中停止投資經營 修正為停止投資經營 其餘與親民黨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丁菲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三十七條 罰則修正為儲信台幣一千萬元以上 三千萬元以下罰還 其餘與國民黨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 除政黨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兩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轉讓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刺處罰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四十條 據守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 後刪除政黨二次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條之規定者 除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兩千五百萬元以下之罰還 經限期停止投資經營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刺連續處罰該組織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據守二十四條修正為二十三條 據末修正為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金菲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處罰額度修正為 處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 三千萬元以下罰還 據末修正為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 處守守謀者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還 其餘參與者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還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並得暗刺處罰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從事活動者 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並得暗刺處罰 親民黨黨團提案 據首修正為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據末修正為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三十九條 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從事活動者 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九條 據首修正為違反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據末修正為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廷菲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三十九條 違反第三十條規定從事活動者 處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上八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文字與行政院提案 文字相同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 處政黨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解散該黨團組織借其人不解散者並得暗刺處罰 國民黨團提案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 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解散該黨團組織借其人不解散者 並得暗刺處罰 親民黨團提案第三十二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解散該組織借其人不解散者 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委員業一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三十三條 據守修正為違反第十六條規定者 據中處政黨修正為處 據末修正為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文字均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四條 據守修正為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據末修正為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廷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三十三條 據守修正為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 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還 據末修正為並得暗刺連續處罰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二人提案第三十七條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處 處政黨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國民黨黨團提案 其餘各提案均刪除 處政黨後政黨二字 親民黨團提案第三十四條 違反第十八條之規定者處 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還 各政黨各提案文字均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九條 違反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者處 處政黨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辦理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次處罰 委員高志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條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未向主管機關提出財產公司 並不違申報 並不違申報 或不違法定方式申報 經主管機關通知其限期申報或補證 借其未申報未補證 或經補證後 人不服規定者處政黨 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辦理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次處罰 國民黨團提案 據中刪除政黨二次其餘行政院提案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未向主管機關提出財產及財務狀況報表者 除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辦理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次連續處罰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七條 據首修正為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其餘文字與親民黨黨團文字相同 委員陳廷非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據首修正為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據中修正為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其餘業委員提案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五條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未向主管機關提出財產及財務狀況報表 內容不實或規避妨礙拒絕查核者 處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還 經限期辦理而不遵從或改正者 並得暗次連續處罰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一條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 處政黨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並得暗次處罰 其餘與國民黨黨團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條 據首修正為違反第十條規定者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還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次連續處罰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三十二條 其中刪除政黨二字 據末修正為並得暗次連續處罰 其餘與國民黨黨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 據首修正為違反第十一條之規定 其餘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清飛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三十四條 據首修正為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法則修正為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其餘與葉委員一金等文字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文字 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第四十二條行政院提案 以未經依法設立之政黨名義從事活動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處行為人 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還 國民黨黨團提案刪除行為人三字 其餘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新民黨黨團提案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 屬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還 經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者 並得暗示連續處罰 委員黃偉澤等十八人提案 據首修正為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者 其餘文字與新民黨黨團提案文字相同 新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三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 由其所屬機關按情節輕重分別依相關法律處理之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據首修正為違反第十七條規定者 其餘文字與新民黨黨團文字相同 委員黃偉澤等十八人提案 文字與葉委員宜金等提案文字相同 新民黨黨提案第三十一條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 是機關團體或個人依情節輕重移送監察院揪舉揪證或彈劾之 第七章張明負責各提案文字均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還經限期繳納 借其人不繳納者 主管機關得於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應撥給政黨補助金款項內 禁與扣除底充 國民黨黨團提案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新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八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還經限期繳納 借其人不繳納者 主管機關得於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應撥給政黨補助金款項內扣除或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其中索引條號修正為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委員黃偉澤等十八人提案 文字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陳廷飛等二十一人提案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四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提法備案之政黨 其組織章程及相關事項 與本法規定不服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 依本法規定補證借其未補證者 經主管機關限期補證而不遵從或經補證後 人不服規定者得廢紙其備案 國民黨團提案 據中修正為 不遵從或經補證後人不服規定者得廢紙其備案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九條據中修正為 其組織或相關事項與本法規定不服者 增列第二項 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備案之政黨 其未辦理法人登記者 應於本法施行後六個月內 向其中央黨部所在地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後 並報主管機關被查 預期該政黨視為解散 並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其餘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據末刪除獲字 其餘文字與國民黨團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黃偉哲等十八人提案 委員陳廷飛等二十一人提案 文字均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智鵬等二十二人提案 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國民黨團提案第四十六條 本法施行前政黨取得之財產 主管機關任有爭議之餘者 應已請監察院調查之監察院認定 前向政黨財產取得不當者 該政黨應於二年內返還原權利人或機關團體 亦得依前條規定請求返還 親民黨團提案第四十三條 政黨及其附水組織所有之財產 除黨費機關團體之捐贈 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選經費補助金及其之席外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前向所稱機關團體之捐贈 該捐贈機關或團體 不得為政府機構或該政黨之附水組織 違反相關規定之財產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第四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於政黨財產來源認定有疑義時 得依本法將政黨財產來源有疑義之部分予以暫時信託 在政黨財產來源疑依侵時 再交付該政黨予以處理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四十二條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 並依動員勘案時期 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之政黨 其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則所取得之財產 或使其附水組織取得之財產 處理應依本法之規定 前向附水組織細止獨立存在 而由特定政黨控制其人士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第一項政黨或其附水組織財產之處理 不適用現行法律有關權力行使期間之規定 第一項政黨或其附水組織 於本法公布之日所有之財產 除黨費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之其外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第一項政黨或其附水組織之財產 於中華民國80年5月1日後處分財產者 應就政黨或其附水組織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 93年3月10日後移轉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抵押權點權等權利者無效 幹經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 認定非屬政黨應返還之財產者不在此縣 委員陳清飛等21人提案文字與葉委員文字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43條 行政院下設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至委員11人至13人 由行政院院長就下列人員提醒總統派衝兼支 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委員除主任委員外均為無幾職 一檢察官 二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地震等學者專家 二三律師會計師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工會推薦之代表 四其他社會公正人士 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四分之一 本會委員應依據法律公正獨立行使職權 於任其中不得參與政黨活動 違反前項規定者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 由行政院院長提醒總統解除其職務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由行政院院長提醒總統免除或解除其職務 一死亡二實質三受禁制產宣告者 四因刑事犯罪經第一審判決宣告有罪者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主任委員不課出席時 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書之出席 使得開會 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書之同意為通過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第四條規定所為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書同意 二 以本條第四項規定所為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至執行長一人 曾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會晤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至工作人員若干人辦理本會幕僚作業 均就行政院及相關機關人員派監之 各相關機關並應指派專人負責協調聯繫事宜 本會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定之 本會所需經費由行政院年度預算相關項目向下支應 委員陳廷菲等二十一人提案文字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國民黨團提案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政黨有違反法律或以無償交易時顯不相當之價格取得之財產 原權利人或機關團體應時效消滅不能主張者 得益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各該相關法律規定請求返還 前項因返還之財產如以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 原權利人或機關團體得請求返還相當之價金 其價格之計算依取得財產時價格乘以物價指數變動率定之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四十四條 經本會認定屬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者 因命該政黨或其負責組織於一定期間內移轉為國有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前項不當取得之財產 因信託關係登記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適用之 前二項財產移轉範圍以移轉時之現存利益為限 但政黨或其負責組織以不相當對價取得者應扣除取得該財產之對價 第四十二條第五項規定之財產 依金本會認定屬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者應就政黨或其負責組織之 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 上一第三人於本條應移轉為國有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財產上存有之租賃物 租賃權地上權或抵押權等權利不因此而受影響 依本條第一項規定應移轉為國有之財產行政院應設置基金用以補助社會福利及教育文化支出之用 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陳廷非等二十一人提案文字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葉一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四十五條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第四十二條之政黨應將該政黨及其付水組織於本法公布日之所有財產及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六日後 以無償或不相當對價處分之財產向本會申報 前項財產應信託關係登記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應申報 第二項應申報之財產如下 一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 二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外幣有價證券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及對於各種事業之投資 前項之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由本會公告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申報應載明財產種類取得日期及變動情形其格是由本會定之 依本條規定因申報之財產經本會認定調查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隱匿遺漏或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說明者 該財產視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依前條之規定處理 委員陳清飛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四十五條文字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二條之政黨或其負責組織 於本法公布日之所有財產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則外 禁止處分之一對於黨費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支席之處分 二履行法定義務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三符合本會鎖定許可要件並經本會同意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鎖定情形應於處分後報本會被查 第二款鎖定其他正當理由及許可要件由本會令定之 第一項鎖定禁止處分之財產為不動財之本會得阻託地震機關登記之 委員陳清飛等二十一人提案文字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第四十七條本會之調查得為下列行為 一向有關機關購調取卷宗及資料 二要求法人團體或個人提供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三派員前往有關機關購團體或事業之所在地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或個人之住居所為必要之調查 四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 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五其他必要之調查方法前項調查發現有與政黨或其附水組織財產之來源取得方式 相關之資料者得為複製留存備份必要時並得與扣留或為其他保全之行為 本會派員執行調查時應出事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其未出事者受調查者的拒絕之受調查之機關購法人團體或個人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調查 委員陳清飛等21人提案第47條文字與葉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葉宜金等24人提案第48條調查結果應經本會委員會決議後做成處分書 處分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 處分相關人之姓名名稱及地址 2. 受調查之財產及其權利現狀 3. 財產處理方式之阻止事實及理由 4. 有付款者付款之內容 5. 本會之名稱 6. 發文4號及年月日 7. 不服本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前項第三款鎖定財產處理方式之阻止 應依第五條規定記載 應移轉財產之總類數量追徵價格履行期間 及受移轉之對象 第一項之處分書應勘載於行政院公報對外公告之 本會議第44條所為之處分 應經公開之聽證程序不服 本會經聽證所為之處分者應於處分書 送達後二個月不變期間內提起行政訴訟 本會得依本法及行政程序法規定定定調查程序辦理 調查程序辦法實施之委員陳經菲等21人提案 文志同葉委員提案 好 OK 那我現在已經五點鐘了 那經過剛才大家的協商結論 我們就宣讀條文到五點 然後我們令定期繼續審查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散會 好 謝謝 好 辛苦 謝謝 先坐車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請坐車老師 請坐 kil moistur climb det 你剛剛有財師啊 持續有財事 你都要啦 你 stressing 來 就是要用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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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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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